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itch z 看着你的时候总会有一丝错觉 明明是想讨厌 却不那么讨厌 差一点我就相信 这是恋爱的情节 如果我有一丝的贪恋 我怕我会沦陷 故意对你坦白我不爱你 故意好比你看我的眼睛 我怕靠近你却靠得太近 我快骗不过自己 故意压抑隐藏我的情绪 故意让自己和你保持距离 我怕你看出看出我故意 就是代表我的心 一拳被你占据 这个项目是恒盛今年的重点计划 希望大家好好加油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 뭐�离去 出来 先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么晚了 还没走啊 你不是也一样吗 喝茶 谢谢 坐 对了 昨天是你生日 我都没有给你准备生日礼物 不好意思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补给我啊 随时啊 最近是因为工作太忙了 一直在弄数字家庭的 模拟运行的事情 或者 你看一下我办公室里 有什么喜欢的 你都可以随便挑啊 对了 这个化妆品套装 是之前公司发的福利 效果挺不错的 我看周围女同事都在用 你要是需要的话就拿去用吧 如果我这么轻易就决定 是不是太随便了 真的没关系的 再贵重的东西 只要你喜欢就好啊 说话算话 看上哪一个了 你不会是喜欢上我这些花花草草了吧 是这样的 五年前 我离开胡家 那个时候 新衣把我爸之前的东西 都收藏起来了 所以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 可以去衡生的档案室看一看 我爸生前留下的资料 不知道这个愿望 你能不能帮我实现 档案室啊 可是根据公司规定 档案室是不能随便让人进出的 没关系 那算了 不为难你了 我先走了 既然是你的生日嘛 好了 那就破例一次带你去吧 真的吗 不过你得向我保证 这件事情 不能向任何人提起 你放心 绝对不给你找麻烦 就是这儿了 进来 好 维玲 你要找的是林先生的 什么样的资料 我爸之前跟我说过 在我小的时候 他拿过最佳优秀企业奖 所以我想看他那个时候 意气风发的样子 好 那你等我 我去看一下 好 谢谢 好 谢谢 你 咱们 我来看我 你得看我 你得看我 我来看我 你得看我 那你不看我 你得看我 你跟下午发的 好的 好的 我一会晚上 叫我助理再给你 做一下 我再重新发一个 一个电话 好吧 好 好的 不好意思 刚刚接了一个工作电话 耽误了一会儿 早上 你没事吧 你让我找的 林先生优秀企业家 讲的相关资料 我没有找到 不过 我找到了 林先生年轻时候的 一张照片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你到底是自杀 还是心仪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心仪会一起夺产 我一定要拿到完整的食品 可以 董事长 你找我 我跟你说过 他是不会安分的 现在连你身边最好的朋友 都在被他利用 说吧 今后你要怎么打算 别担心 我自有我的安排 都到了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敷衍我 是不是你对他还有感情啊 当然没有 这有名给我看 好啊 妈 你不是有很多 名媛淑女的资料吗 我看这样子好了 我们就安排 一些你认为 可以嫁及胡佳的女孩子 来相亲吧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只要你不介意 每天家里上演公斗戏就好 你在说什么 好 妈 请相信我 相信我自有安排 零为零留在这里 绝对是有利用价值的 正面给我看 我才相信你 是 有吗 她是 有吗 所以 她是 她是 有吗 她是 是 你喜欢吃什么 都可以 明明是我愿意你吃饭 我自己却迟到 没事的 女生都有迟到的权利嘛 男人约会迟到的 实在是个不好意思 如果是胡总的话 是可以原谅的 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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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点餐 所以说呀 在美国打工虽然很辛苦 但是可以遇到 很多有趣的人 我现在很多美国好朋友 就是在打工的时候认识的 是吗 那你可真的 比我幸运太多了 我觉得我那会儿 在英国打工的时候 成天对着的 就是些土豆的各种做法 所以我现在看到土豆啊 心里都有阴影啊 怎么了 没有 我就是想说 回国之后 工作就没有那么有趣了 反而遇到很多困难 让我很无助 其实你工作上 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来找我 说不定 说不定 我可以帮你上楼呢 谢谢你 沐晨 不过 我真有件事 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情 我手上有一份报告要完成 但是 需要去档案室 调查一些资料 你可不可以 再带我进去一次 对 这样 真是抱歉 恐怕这一次 又让你失望 因为上一次 我带你去的时候 已经是违反公司的规定了 所以 不能再带你去第二次了 不过 你可以把你需要的资料告诉我 我帮你去搜集 你 没关系 谢谢你 我自己在想办法吧 不好意思 怎么了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感觉你脸色好差啊 估计 你刚刚笑得太开心 脱妆了吧 是吗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是不是发烧了 我看看 先生 小姐 这是你们的红酒 红酒 不好意思 我们好像没有点红酒 是不是上错了 我们没有搞错 是里面那位先生 送给二位的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坐吧 我和徐小姐在这里用餐 对了 我们好像见过几次人 只是没有正式介绍 好 这位是我们首席技术官 林沐晨 这位徐小姐 我想我就不用多说了 徐小姐你好 一直想要认识你 没想到今天在这儿捧场 李先生客气了 这位小姐 我在恒盛也遇见过几次 原来是李先生的女朋友啊 两位站在一起可真是相配啊 这位是林小姐 我们只是同事而已 来这么浪漫的地方吃饭 恐怕以后就不仅仅是同事了吧 是吧 林小姐 徐小姐 你好 我很喜欢看你拍的电影 谢谢林小姐 好了 你们慢慢吃吧 我就不打扰了 服务员 这桌算我的 好的 先生 走吧 这么贵的一瓶酒啊 真是大方 不过你不喝酒的 下来 走 芊宇 怎么了 就是 上车 你自己回去吧 芊宇 芊宇 这算什么约会啊 这已经是你第二次 蓄意接近李牧尘了 我的耐心不得被放纵 跟你再说最后一次 不要再轻举妄斗了 不要每次都在那边惹事 老让我来帮你伤口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利用李牧尘进入大远市 你以为你玩得住我妈吗 芊宇总是知道一切 掌握一切 可是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爸自杀当天 他就在案发现场 你这些所谓的发现 你觉得当年警察调查 会不知道吗 反对派难道不会 一直咬着这个不放吗 如果真的有引擎 你又怎么可能 随便走到大远市里面 找到证据呢 这就是五年前 警察调查案件的结果 还有医院提供的 验尸报可明 林博普当年是自杀 这就是定年的知情 没事放手吧 果然还是不相信我 果然还是不相信我 你如果不相信我 就尽管来找我吧 不要去救别的男人 我cession多少 我做什么 我潜在你 我回夹了 你呼吸的 我自己想不懂 我現在叫你 我 AZAL NASI 我 我 我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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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陷的流言蜚语之中 可是我看千语的反应 好像有着很深的私人感情 我和她 有过年少时懵懂的感情 原来如此 那看来这一切都说得通白 不好意思 隐瞒你这么久 那你这次回国 也是为了千语吗 不是为了她 我只是厌倦了 在外漂泊的日子 那现在呢 你们之间 还有感情的牵绊吗 我和她 早就没了当初的那份感情 谢谢您的坦诚 谢谢您的坦诚 虽然我心中还有一些疑虑 但是会选择相信您 其实不管怎么样 我都希望你们一家人 可以尽快地和好如初 谢谢您 牟诚 就让你变成了 当初的年龄 你多公安 谁 还不如去 人类的发展史 就是科技的变革史 当我们的祖先 拿起一件道具的时候 人类就开始在 改善生活的道路上帮忙 一直到今天 数字家庭 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 又一次蜕变 数字家庭计划接下来 由我们的姚军墨先生 来详细地为我们介绍 大家好 数字家庭计划 是基于衡省超级级手 这 怎么回事啊 不好意思啊 展示暂停 精彩啊 胡总啊 你不是说 看完了展示 就知道这个项目的意义了吗 难道像今天这样 就能代表我们恒盛新产品的意义 对吧 创新的产品 总是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如果我们恒盛 连这种小事都要计较的话 那我们怎么找到立足点 又怎么放进全世界 对 话倒是说得好听啊 糟了 设备的芯片全都已经烧了 不好意思 设备出了些问题 我希望各位股东给我们些时间 再过几天 为大家完整地展示数字家庭计划 谢谢 还没有准备好就做展示 这不是浪费公司的开销吗 对啊 是谁负责这个项目的 是我 又是您那 胡总 这个 产品出了问题 总裁难道可以不被问责吗 总裁工作有误 当然必须要负责任 只是不知道 邱总你要我怎么负责任 这很简单嘛 就按公司的征程办 马上停掉这个数字家庭计划 别人跟你开去玩笑 背后叫你一声皇上 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啊 既然邱总认为我霸道独裁 那今天我就日气一会儿 数字家庭计划将照常举办 照常进行 也会是我们恒盛今年的 重点效果 我是你 我想要知道 是谁 负责现场组件工作的 现场的工作 由我负责 搭建完成之后 你就不用再做检查了是吗 好 我没有试过一遍 没有出现任何差错 这么重大的事情 你只试了一遍呢 所以说 今天 试演失败 全部的责任就是因为 现场搭建做得不到位 你必须要负全部的责任 如果说你还有点责任感的话 你就立刻辞职 董事长 好一招借刀杀人哪 董事长 您的这个辛辣手段 不解当年哪 邱总你开玩笑了吗 刚才也是邱总在追究责任 我跟您是一样的 一切都是为了恒寿 展示失败 是设备的问题 和县长的工作人员无关 三天之内 如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话 那我就会 接受邱总的追责 好 说话算话 好 我可等着你 邱总 你到时候放马过来吧 行了 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 以后的事情再做商议 你们先回去吧 扫兴 走 走 走 如果这个事情 没能圆满结束 这三天 也就是你待在恒盛的 最后三天 是 他肯定是在 région 一切都是一切的 身体 他有难的 就能注意到他 他一切都没必到 他最后lusion 他会把位置 你的悉味 你 说 我 太后啊 讲话总是比较威严 我们做员工的 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工资里面 有一半是员工的 受气抚慰金 想想淘宝的购物车 一切委屈就烟消云散了 我是不会让董事长 开除你的 一切包在我身上 而且我们有技术专家 李沐晨在 就一些放心吧 是啊 放心吧 没问题 谢谢 把现场的资料准备一下 送到我办公室 这次展示的工作 一直都有你们负责 那你们为刚才的失误 做个解释 整套设备的搭建之前 我们都已经做了 很多次测试 不过这一次的问题 应该不会对大局 造成影响 我不接受这个说法 所有偶然的失误 都是基于工作上的疏忽 现在最重要的是 想办法解决问题 不是追究责任 这么大的企业 如果只是单独地 解决每一个小问题的话 那不是长久之计 就是要找到根本的原因 才能用系统地去解决 你的意思是说 根本的原因 是我跟李沐晨工作的问题 所以 军墨 我才请你们给我一个 合适的计时 来找出真正的原因 胡芊瑜 如果是我跟沐晨的问题的话 那么认命我们的你 才要负最大的责任 如果事情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承担所有责任 我们大家都应该冷静一点 现在不是我们 起争执的时候 胡总 这是展示厅的资料 走 沐晨 昨天停车场的事情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要跟我 其实不用了 维玲都已经跟我解释清楚了 她的亲家 蔡总 朱文 她是旳洞 她要计划 她要计划 就要够在地上 那边 她们在地上 你发员 不太饿了 姚军墨 都说了不要对我做这种轻浮的动作 会让别人误会我们的关系的 不是误会啊 我真的在追你 你怀疑 哎 哎 如果拿到这种轻浮的动作 男人不主动的话 人类早就停止繁衍几千年了 刚刚在办公室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感觉你们之间的气氛 有点不对劲 工作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工作上的事情都好说 工作之外就很难讲了 工作之外能有什么事啊 男人除了事业 不就剩下女孩了吗 那对你来讲 更没有什么可强的了 花言巧语迷惑女人的心 不都是你最擅长的事吗 是不是最擅长 就要看接下来你的答案 我的答案 拳击公开赛 要不要去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看拳击啊 追女孩子当然要做功课呀 我喜欢看拳击公开赛 好了 我跟你去 女孩子面前 我从来没有失败过 那可不一定哦 妈 您找我回来 是因为展览的事情吗 等会你就知道了 伍董 千语 你看杨小姐来了 杨姨 杨姨 千语 欣姨 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 叫我到家里来吃饭 还不就是上次那些阿姨们 要举办一眼的事情 还有一点小事 来 边吃边聊 好 来 坐 好丰盛啊 杨小姐 这一桌子菜 可是新姐特意为你做的 你要多吃一点啊 尝尝这个 谢谢欣姨 来 妈 给瑶瑶加一个 来 瑶瑶 谢谢 尝尝看 欣姨做的菜简直太好吃了 我终于知道千语的好厨艺 是继承谁的了 喜欢吃啊 就多吃一点 不像现在年轻人 个个喊着要减肥 都已经瘦得一把骨头了 还在尽 有时间哪 你就尝过来 吃腻了 欣姨做的中菜 就让千语做西餐给你吃 我怎么好意思打扰欣姨呢 而且千语她也很忙啊 我听说 在深圳的各大美食饭店 都能看见千语和不同的美女 共进晚餐呢 其实呢 外面餐厅的菜啊 滑耳不实 又油又不卫生 可是家里的菜呀 是又好吃又干净 你以后要常来啊 简语 你说是不是 瑶瑶 你以后就多来家里吃饭吧 骂男的吃晚饭这么开心 你以后就多来 让她胖一些吧 真的哦 平常在家里就我一个人吃饭 来 尝尝看 好吃不好吃 好 欣姨 我帮你吃碗汤吧 好 来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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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油. - 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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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们和女士 尊敬的现场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 尽不精彩 精彩 流血流汗不流泪 真正的男子汉不动 那么接下来 我们今晚临时增加一个 娱乐性的环节 接下来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有谁是想上来跟我们的 专业女选手 进行一个友谊比赛呢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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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踊跃的一位女观众 让我们欢迎她 好 好 加油 加油 好 啊 啊 嗯 啊 我itty 啊 啊 最近心仪一直逼着你和各种名言相亲 有没有真正喜欢她 我还是比较小时候单身很邋遢的生活 还是别让其他女生伤心吧 是啊 一段感情里面 总是女生伤心得比较久 就好像没理 上一段的情伤都没有走出来 你们毕竟是家人 你知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男生 让维玲这么伤心啊 自从她回国后 我们还没有机会 熟到可以谈感情 那出国之前呢 你们两个原本关系就很好 那个时候有没有谈感情 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啊 我早就忘了 林波哥 你知道吗 刚才和我对打的选手 很有可能参加国内的拳击公开赛 你还真的喜欢拳击啊 当我听瑶瑶跟我说的时候 我还以为她在骗我呢 果然是她说的 娇有不慎的 你真的不让我送你回家吗 我还以为她在骗我呢 不用了 谢谢你的好意 虽然你总防备着我 但是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 不管你回国的目标是什么 我一定可以帮助你 如果这就是你的真心的话 那你的真心也太贵重了 我承受不起 你还是收回去吧 我不想你包含目的的时候 也反感你话中有话的猜忌 如果你不想别人防备着你的话 那就请你先自己卸掉 那充满心机的笑脸吧 韩少有人这样跟我说话 好久没有笑得这么开心啊 你想不到我提起你都是美好 你想不到我提起你都是美好 有个愿望 有个愿望 我在的地方都会有你 你知道吗 我只记得那句 不要担心 还有我 所以愿意 不去寻觅 另一个代替 我感觉 你感到 humidity 想让你 你又要 tell 你 也很 Res Hause 我感到对你 你不想到你 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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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不解 原谅 像从前 为改变 是我 令中 坚决 原谅 原谅不是妥协 原谅是为纪念 我们拥有彼此的时间 原谅 原谅 我只好 也许我只想 原谅 原谅所有误解 沉默 也不是陌生 我只想原谅 原谅你的误解 多想象从前 未改变 是我还要的情节 原谅 原谅 原谅不是错线 爱的一种成仙 是张无悔划过的昨天 原谅 原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谅